到柬埔再去投資房產 到底有什麼風險呢 這個當事人V小姐 來到這個地方 你的朋友到現在 錢沒報 又拿沒路 怎麼辦 錢要一直繳下去嗎 還是你們有 已經做最壞的打算 因為我們真的背得很辛苦 所以會希望說 能夠下車的話 就能夠下車 那我們也希望說 代銷業者 既然有收這個服務費 是不是說以後在合約的部分 能夠幫我們也做個把關 要有一個公平正義的 一個處理的態度 所以這堂課的教訓 就是下車就是30%的 這個所謂的房價 這個你們也願意付了嗎 賠錢下車你們也願意嗎 希望能夠跟他們 在協議這個部分 好 那蔡律師 我們可以看到 他能不賠錢 然後就是下車 可不可以讓我不要賠錢 可是你做了這個決定 你三應 其實那個合約我都看過了 如果照那個合約的話 對福利小姐的朋友是不利的 但是我強調是說 今天買的動產 可是今天是在哪邊簽約的 是在台灣簽約的 所以其實政府 應該也是要去介入那個處理 還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說 當初像蔡總剛剛描述 那個所謂的話術 我看了整份合約 合約裡面一個字都沒有寫 所以今天就想 他給你保證說獲利 然後什麼時候賣掉賺多少錢 他有說口頭承諾都不算數 所以今天等於合約沒有寫 我意思說如果連寫都不寫的人 你會相信他能夠來旅行嗎 所以我覺得以這個合約 如果真的要柬埔寨打官司 我覺得是很不樂觀 我覺得我們今天可以叮嚀當事人說 你要仔細去看那個合約內容 比如說那個30%太高 你就可以不要簽 但是包括說海外這些契約 定型化契約 應該是政府要來介入的 來 四位 不要相信台灣的公司為什麼 這份合約 雖然你是跟台灣的公司買 但合約是買的是另外一間公司 所以今天發生事情的時候 台灣的公司一概可以否認 而是用他